看到水利鼠地石河川局最近在七堵泰安拔溪喉溪出水口和基隆河交界处开始河道整理书法 市议员张耿辉表示自从设置原山址分红道之后 基隆河就不曾再发生过水患因此建议政府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以及更下游的七堵段市河的地点 应该分别设置蓝河宴调节水位兼具蓄水的功能 方便水公司在八堵段抽水到新山水库 建议我们在适当的几个地点来施作蓝河宴 一方面可以做储水用 一方面也可以说让我们市民有个细水的地方 那若是说蓝河宴一做的话 洪水来的时候让它自动的过去 平常干旱的时候它可以做储水来用 张耿辉指出由于新山水库属于梨潮市水库 因此水公司必须从八堵段抽河水 经过过滤后再送到新山水库储水 因此八堵段如果设置蓝河宴可以作为河川干河期间 调节水位蓄水的功用 而多年来没看到的基隆河河道 整理书法工程让张耿辉有感而发强调 不排除出马角逐2024的立委选举 希望为基隆乡亲做更多的事 以前的基隆河是怎样的基隆河 现在结王起植已经把河道已经说那么小 你又不输进 所以这边不对的 我本末导致 我还是要建议我们 蔡立委尤其剩一年的任期 还有我们中央的我们的蔡总统 质问你们在两届执政的时候 有没有去考虑到我们基隆的输进问题呢 有没有考虑来参与这次的立委选举 我想耿辉秉持着一切随音言 假设有好的人选 我们也未不一定要跟他们来争来争去 但是若是说没有其他好的人选 假设说市民有需要耿辉的地方 我一不容辞 我相信耿辉从政至今已经迈向第六届了 我相信一步一脚印 从来都以市民为主 而且是专职专业的 张耿辉强调主政者应该多从人民的角度 去执行福国立民的政策和工程 而不是很多都从政治考量出发后才去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